有點跟那個前面輸入 輸入那個成績類似吧 輸入成績本來是輸入一筆一筆 慢慢輸入 那現在就把它改成開檔之後 有50個會員全部寫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其實第一個 我們要先從我們的雲端上面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會有會員資料 那還有其他的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範例 然後會員資料 用這個好了 用 member member.tst把它其實檔案 這邊有一個用檔案裡面的下載 你不要直接下載 不然會是wall的檔 我們下載成那個純文字檔 那下載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member.tst 那裡面的話 當然它就是前面我們用過的 有50個會員 但是要 如果你要realize 恐怕你要避開第一筆 否則的話 這個印射到資料庫里沒有意義 因為是欄位名稱不需要 另外的話 它的什麼呢 它的UTL8 所以你open它的時候 第一個也要是把它改成 就是用UTL8的方式去開啟 所以這個前面都做過了 當然我們其實可以分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就是 我直接第一個先開一個member 也許我把剛剛的Cursor 01這個這個 module 複製一個吧 也許拿這個來改有時候比較快一點 然後 你乾脆直接把delete掉重來 我們先試著做什麼 把它做開檔 OK 然後開檔之後的話 你用realize 所以你就F等於open open那個位置對不對 然後並且用realize 把它逐行逐行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的話你需要做什麼 因為一個蘿蔔會有坑 所以將來的話你需要避開第一個 這個不要 然後把這邊先realize一行 再第二個切割它 有沒有 因為它總共會有編號姓名 生日 血型手機 那我們先 暫時先不管資料庫 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把它分割成五個資料 然後再把資料庫的 那個剛剛寫的部分再加進來 然後讓它可以順利的全部寫到 database裡面去 這個也許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個之前講過的open這個檔案 然後encoding是UTF8 然後並且把它用realize 一個一個的全部讀出來 讀到一個list1裡面 因為我要避開第一筆欄位名稱 所以我用for圍圈 然後range不要從0開始 從1開始 因為0的話是那個欄名 然後直到最後一筆 換行 所以我就把這邊加一個strip strip 後面的話一樣 把這個再把它加一個反斜線 然後這樣應該就ok了輸出 已經把資料做分割了 分割完成了 可是問題現在它只是顯示出來 並沒有放在資料庫 所以接下來我就必須怎麼樣 把資料庫的概念加進來 那怎麼加進滿簡單的 第一個你可以在上面 因為我要先產生資料庫 再產生資料表 然後欄位告訴它 再用insert into的方式 逐個逐個把資料寫到裡面去 所以如果以剛剛這個 第一個你其實這邊不用改了 直接拿這個來做範本 把它複製一下 也許從資料庫 資料表給這邊 然後execute這邊 直接把它貼到它上方 稍微先做個修改 因為我連一樣連這個database 我就不用新的database 也許一樣是Curs01 然後第二個我要跟它講 我要建立一個table 這個table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member 也許叫member01好了 ok 洗吧 另外的話因為它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欄位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名稱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太麻煩了 習慣上會用簡單一點的方法 用什麼的話 乾脆D欄就A欄 就跟execute一樣 A B C D E 更好記 完全不用背 對不對 只要五欄絕對不會錯 所以第一欄的話 那我們是A 它的形態是什麼呢 它裡面都是數字 所以integer 要不要primary key 不要auto increment 這個其實可以拿掉 我們也許用簡單一點 第一個欄 那就是integer 第二個欄的話就B欄 B欄的話因為它裡面是放名字 所以test 第三欄的話 因為它是放日期 那日期你也可以用test 不過你將來要做 就是查詢日期的話 會有問題 因為它如果是文字你要查詢 它就不能用between end between哪個範圍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形態改成 daytime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date 加time daytime 這個形態 ok 然後逗點 這邊的話是c欄 ok 那因為到cd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血型那一定是test 所以這邊 然後最後一個電話 也是test ok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成d 改成1 ok 那這樣用比較簡單的名稱 那將來你也可以改成其他名稱 是不會有問題 ok 所以要非常小心 你看多一個d ok 複製它很快 不過很容易造成錯誤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產生一個member01的資料表 execute它 再來的話就是讀進來 那我要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進去 所以呢我需要在這個下面怎麼樣 做insert into的動作 所以再來可以把 剛剛的這邊的insert into語法 到commit的這些 把它ctrl c一下 execute你就直接拿這邊來用好了 ok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貼上 那裡面的話sicle ok insert into 那當然一樣這邊的 那個藍位名稱呢 一定就要把它改成member的1 ok member的1這邊改一下 然後因為有 總共有那個 我們全部的藍都要 所以這個我剛剛講過 如果全部藍都要 你其實就可以不需要 因為它全部abcd 如果都有的話 你這邊是可以跳過 那再來最重要就這個地方 嗯 這個地方第一個是放什麼 第一個是放 第12裡面的0 就是放那個編號部分 那記得就把它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那因為它這個形態是integer 所以呢前後不需要加單引號 如果它是integer的話 不用加單引號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逗點 第二個是我們是放tester 所以tester特別注意 我是直接乾脆把這個 這一串拿來 放在 所以串的話呢 直接再把它串進來 所以雙引號到雙引號 直接就再串到後面去 那記得這個前後要加單引號 如果沒有加的話會錯誤 所以第二個欄位 這邊改成1 第三個欄位 第三個欄位是day time day time前後也要加 所以直接再一次 把這個前後再加 加一個豆點 再複製一下 ok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日期 時間 然後再來一樣 再來就是 雪形嘛 雪形再一個 雪形的話呢 就第三 那第三欄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電話 ok好 電話 那這邊改成 三四 ok 那特別注意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串接裡面的東西 如果是integer 前後不用單引號 但是如果說你是文字的話 前後必須要這兩個單引號 如果沒有這兩個單引號 integer會失敗 ok這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然後印象中好像day time也要加 然後雪形 電話 ok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就ok了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 諸個諸個跑 跑完之後的話 然後最後卡密著close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要一次做正確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說真的 有時候seql以法 我最早剛開始 我當這個 當那個programmer的時候 我可能有一整天都在在check 到底我哪里寫錯 就在這個地方卡住 不過後來慢慢就習慣了 所以一看幾乎就非常熟了 那不管以後寫什麼 都一定會遇到這種問題 不過其實這個地方有一個更簡單的寫法 你excue 其實在signal裡面有一個 就是他有一個叫excuemany 就是因為這邊有很多個 假設50個你可以用excuemany 另外的方法 不過excuemany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要先把資料先丟一個 二維的串列給他 他才能夠把資料放 那反而二維真理又更麻煩 不變得更簡單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有沒有寫錯 這個非常細心 ok 看得出來沒錯 有沒有錯 沒錯 ok 沒錯的話呢 就執行他 最後記得要canmix他 也是close連線 好 把他run一下好了 執行 ok 沒有錯誤訊息 表示呢 應該是對的 好 看一下有沒有正確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一樣呢 直接切到那個 Psycholite Browser 然後呢 切到這個 那個browser data一下 看看有沒有那個Memberley 有了 OK 然後把它切過來 看看有沒有那50筆資料 有了 有沒有 OK 那意思就是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 如果這個應該 我已經有彩排過了 所以會很流暢 那你們等一下如果也可以跟我一樣流暢 那真的是就厲害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個會員 以後的話 其他的外部檔案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去把它輸入到資料庫 試一下 都可以用來看看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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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